大众鼓翼在Siri Batalin的分院终于开始营业了 今天我就带你一统去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特别 我们见到很多家长的反应 Siri Batalin大城堡这个地方是非常难停车的 于是在我们的大门口我们保留了三个停车位 两个停车位主要是让家长可以停放他的车子 当然我们是以先到先得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来电梯以后呢 就到了我们二楼的Siri Batalin分院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来到了这一个Reception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孩子进来以后呢 只要说出了名字 签到了过后 孩子就能直接通往客室 在这里等候的家长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电视机观赏到综艺节目 或者是新闻台的 如果有一些家长 他是需要一个空间 来进行一些笔记本的电脑的工作等等的呢 这一个范围就非常合适了 来了这一边 等候的家长如果发现你的手机没电了 那么在这一边我们也提供了一样的插座 让你可以继续保持充电的状况 大众古异的Studio呢 总共设有22个CCTV 我们主要呢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系统去监控 可以容纳30个鼓手跟30粒鼓的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环境 Studio里面呢设有一台饮水机 好让这些学员学生可以在累的时候补充水分 会议室主要呢是我们VR内部的成员在这边进行开会啊 brainstorm啊等等的这些工作 那我们很多的点子呢都会在这边产生的 排列室2是我们一个比较小型的排列室 而这个课室主要是为了特殊儿童 也就是自闭或者是过动的孩子所设立的 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教练跟孩子会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课程 这里呢是我们的试听室 在每一次的开放日 我们都会把家长邀请过来这边坐着 然后我们就进行我们的presentation 让他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学院 在我身后呢就是我们的VR大众古艺的行政部 所有的职员都在里面进行工作 儿童古艺班是我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一个新的项目 我们希望孩子们透过古艺 透过活动体验刻苦耐劳的精神 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